葡理四庄葛哈屋迎新年活動 日前在首層社區文化館前廣場熱鬧登場 葛哈屋文教協會理事長潘隆川表示 希望藉由傳統葛哈屋過年活動的舉辦 讓族人以及外界更認識平補葛哈屋組的文化 藉此能夠促進族人對於文化的重視 讓文化得以保存 文化的重視就沒有了 像之前那些四座人 貴身後我們有 我們的小孩比較少都不會參與 每個家都看到差不多兩個老人 這也不是只有家屋人 十八十十萬歲 差不多原住民族的社會都變成這樣 日後就是山頂的原住民可能會比較有傳承 當然我們也是很認真地找這些學生來參與 縣議員慈慶隆表示 葛哈屋組與日夜坦少族淵源由來已久 除了特地到場參加他們的新年活動之外 也表示南投縣是多元文化的縣市 也希望各族群都能夠來重視並保留自己的文化 讓珍貴的文化能夠得到傳承 過去以來我們平補族群 特別是巴雷跟葛哈屋跟我們日夜坦少族淵源得非常深 所以我今天也帶著這樣的一個心情來祝福 我們可見不管是在府裡也好 或是哪一個城鎮也好 整個南投縣 我們都是一個非常具有多元種族多元的文化特色的 這樣的一個縣市 所以我們應該要珍惜 縣議員廖自成表示 葛哈屋傳統文化活動的舉辦 每年都相當精彩 也希望工部門能夠重視文化的發揚與傳承 並結合埔里觀光產業一起來發展 展現埔里多元化的面向 出現地方的繁榮 所以說公務部門應該要來幫他們提供 要來把我們的文化 保存下來之後 還要把他們發揚出來 可以一行一行我們所有的家母 以及把他們的文化 補一行一行挖出來 呈現出來 這就可以結合我們暴力的觀光 就是讓我們來暴力 可以做一天兩天三天的暴力人 把我們的文化來發揚傳承出來 帶動觀光的效應 副議長潘一泉也希望有關單位 都能夠來重視不同文化的發展與傳承 讓正規文化能夠得到傳承 並且能夠藉由文化活動的活躍 結合地方觀光產業來行銷 帶動地方經濟的繁榮 記者成為一埔里採訪報導